上周,一年一度的世界运河大会在德国莱比锡顺利闭幕,是该大会自1988年创办以来首次在德国举办。 共有来自全球约400名各国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,就运河管理和发展展开讨论。 作为中国代表,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顾问,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,讲述了扬州大运河致力成功,旧貌换新岩的精彩中国故事,赢得国际赞誉。 他介绍说,在多方协同努力下,扬州大运河边原有的城市垃圾场被改造为生态湿地,这使得扬州大运河的环境得到修复。 修复后的新区建成了深浅水上运动中心,赛品运动为新区带来了全新的活力。 王石表示,疫情之前他就在扬州运河推广赛艇,疫情发生之后,他发起了世界运河穿越的计划,目标是在三年时间里,用赛艇穿越全球100个运河城市,推动城市文化和低碳发展的交流与合作。 今年下半年,他计划将继续赛艇穿越,包括东亚、东南亚、中东和非洲共7个国家,18个运河城市。 最后一战选择在埃及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进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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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